就是有红他一定要想在红 对 因为他能省就省 一定省到后面的话 他的英雄池越多 他是容错就越高 是这样的 所以等一下要看双方教练的一个BP博弈了 那同时呢 我们评论期将不定时地在我们的比赛局间念出今天的活动口令 大家可以用微信手Q扫描我们屏幕当中的王者人生二维码 输入口令文案就可以参与抽奖 每个口令每个用户仅有一次的抽奖机会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首次成功分享我们活动页面呢 可以获得额外一次抽奖机会 口令仅限当天使用王者人生陪你快乐观赛抽好礼 那么我们这一局的一个文案口令是星象凌云 感谢大家的踊跃参与 期待双方的下局比赛 抢赛点了非常关键 上次休息马上回来 好的欢迎回来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这次赛败者组的半决赛 广州TTG对阵到XYG 目前双方2比2占平了 其实上半场包括下半场的第一局打完之后 看下来之后感觉XYG的整体状态会更好一些 就今天从选手的状态再到我觉得阵容准备吧 你就上了场阵容其实也是有准备的 就在BP第二局第三局用掉你这个马超 你用完了 是的 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就是小妖怪他的状态看起来能够比 TDG更好吧 因为TDG他不能单靠抢龙这个点去翻盘 对 我们还是要继续观看一下 因为这把是比较关键的抢赛点 是 就抢到赛点了再怎么样都是个巅峰对决 对于两边来讲肯定是先拿赛点的一方会好 是的 心里那块石头能放下 搬位搬得很快 现在小妖怪就已经想好了搬你的体系 两套体系全搬了 自己抢了一个盾衫 然后TDG是搬掉了篮加上公孙黎 但个问题TDG他用过了西施用过了东皇 其实目前的盾衫他们只能靠萌芽来解决了 而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在 刚才其实下半场回来之后聊过这个音哄池 先程用过最多的射手是萌芽 所以这把萌芽跟鲁曼七号他都可以去用 这里的话TDG先拿了个异星加吕布 所以这个异星我觉得是 抢的吗 抢有可能是抢的李梦的英雄池 因为李梦这里出场率前五的英雄池里边 还有一个异星没用 是的 后边就是王昭君西施银正这些了 我看到局友已经先拿 那可能对于林梦而言 法师的话要么就是西施 要么就是银正 对 要么开团要么手长的消耗 是但开团已经有个盾衫了 大消耗的 今天其实在中路的选择上 XYG非常喜欢先把林梦的优先级 较高的一个选出来稳定中轴 你会发现 是的 能够看得出来 他们对于中路的这个节奏点的把控 还是下了很多选择 下了很多功夫了 然后看一下TDG三刀野把打野出了 怕后边再次被针对 没有打野了就很难受了 那两边估计要针对射手去搬了呀 因为盾三一旦选出来之后 那对于TDG来讲能选的几个射手 要么是鲁搬 我觉得加罗他肯定是要先搬掉的 加罗现在是XYG选择 就是这么多射手里面最好的一个选择 他手很长 加罗先搬嘛 而且加罗 秀多这边加罗六场全胜 这个是胜率最高的 就是你肯定要做研究的 对吧 这也是最好去看的 就数据一看就知道 就有说法 这六场全胜没说法 我不信 然后XYG搬掉的则是千层使用 四十最多的射手 最多的萌芽 这个肯定有研究的 这个数据你没研究过 我不信 因为萌芽好打顿杉 对对对 还有那个鲁搬七号 给你鲁搬七号 我去牵你和消耗你 蓝灵王的话 辅助前中期他们 其实视野就很好 就前中期更好起节奏吧 是 但是给到了千层马可 马可还在 就是在萌芽跟马可中间 XYG的选择是马可波罗 放出来 搬掉的是萌芽 那秀斗这里的话 联方用过了加罗被搬 鱼姬被搬 拿了个成吉思寒 打对线 成吉思寒 秀斗这赛季可是没用过呀 哇 他再拿一种马超 这不也是四合 难道眼球透了说 今天就大往后起拖 谁合拖谁也要 就二十分钟打 苏烈 给足了控制 苏烈其实这版本也挺强的 有空 然后又肉 主要是大招先被打断了反环 技能的时间嘛 马可的话 其实他这把是能打盾三 但是他对线狼狗 还有团战那个马超 其实都没有太好打 他换线好像也不好打 对 换线其实也是 前中期好像是打不过马超的 我记得 打不过打不过 尤其是四级的时候 组合胜率百分百 用的也比较少嘛 用了三场 他们俩控制很多 就是 吕布盖大 然后苏烈跟个大招之类 完美团队 这两个前排可以做到的是完美的拆火跟开团 就苏烈被打了 吕布一个大抓 就算苏烈被打出了被动 其实他也可以去 就是盖呢 他其实这四个英雄 你也可以理解为四个后期可以打架的英雄 就是多合打多合这两个队 就拼团战 就一星后期他的那个层数 对吧 官子第三层被动 提高34%的伤害 然后加上吕布后期 做个圈形苍穹 有个破军野肉 点灯输出 还有纳格鲁鲁 马可不罗我们就不多说 其实看起来的话是广州TTG这边更偏那种大招一波团之类的 一波柳 对 小妖怪的话就是他一直能够输出那种 因为持续输出能力 所以说大团来说的话 可能是TTG这边更好打一点 然后一套 对 零散的那种突然的团可能是小妖怪更好打 就遭遇战 小规模遭遇战 因为TTG这里 但他想要赢大团也要把他们的控制链 那打出来 包括伤害给上 就一星 比较考验久尾了 他只要大招留得好 那吕布随便跳 是 我可以救你 我也可以去先手 对 就如果你留着大招 其实后面他们马超也不太有输出 跟你框起来 所以说更多的我觉得是 还是要看两个队伍 他在中后期的团战 已经看了四把了 都是两边要等到中后期 我们开始拼团战了 去抢夺关键的资源点 像龙王 暗影暴君 暗影朱仔的时候 才会爆发团战 是的 也没有谁能碾压谁 然后这一局也是比较关键的 双方目前是2比2 站平了 要去争第三分 抢赛点 让自己处于一个 更有优势的位置 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 交给现场观众 欢迎来到王者荣耀 抢外界 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 请做好准备 全精出击 抢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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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援上天皇 出示机密 援上天皇 好进入到比赛 开局的话正常对线 没有任何的换线 但是鸟的刷野流向是不一样的 那它红开 红开往下刷 红开 那路有什么说法吗 怕蓝被骚扰是吗 这把其实 看他自己吧 可能是怕他那个中线抢完太快了 然后进他蓝去 就是迎正骚扰 就过来一直和盾山 一个背你 一个普攻你 是的 但是秀斗刚刚的 他的视野是看到了 不然 再打红 就一技能照过去 刚好看到你是红开的 对对对 然后现在再来一个一技能 看一下有没有人 他们想拿一分钟的河蟹 鸟肯定是不会来这个河蟹了 那前面的话 两分钟之前应该都没有摩擦了 对然后刚才西河应该也是给到了蓝去的视野 看到那个路现在打完了buff了 刚才走过去看了一下 两边都知道对面的打也在哪个位置了 前面我觉得可能要看两分钟了 就应该不会撒人 主要看龙了 龙这把是又是手臂龙 现在这是第三把手臂龙 对这很巧啊今天 就是有马超马可的时候都是手臂龙 对是吧 这波的话 吕布要先抢线了 先抢线 对 带边 他们就可以先去靠龙 他们要做压制了这波 想压一波酷鞋 不让马超生死 这是两波兵啊 你仔细看其实是两波兵啊 对 被两波兵没迟到 其实先起很难受的 盾山先抱回来了个轻轻的吕布 自己钻塔 这位置的话应该是不大的 先铺一套 但是这个应该是大招时间到了 对对对到了快到了就扑一下 哎呦吕布跳大了 要约塔吗 但这位置没能跳完大附魔 这波蹲山抱了一下 苏联苏联也没有被抱回来 那就是两波 两边互换了一波技能吧 但是马超亏了呀 这么多人来一起给我吃鲜 我还吃不到 是的 马超的发育稍微被限制了一点 这波想摸龙了 看到了 九尾看到了 但看到了也没办法 应该是换龙 他让不然那里去拿 小的主宰 现在还在蹲 知道草里有一个盾山 他应该是要交个大吧 趁身拉一下 就打你个状态 他牵承过来了 我还以为他要交个大 留住这个盾山 是的 但还是没交大 马不罗星皮肤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以买一下 也不贵 真不贵 六块 很良心 打野互相刷一波野蛆 然后发育一下 下落的话一片相说 发育 因为没有有所谓的情况下 你想去单压会被吃蛙 都没有视野 都求稳 其实我感觉下落 只要秀斗这里说 我们和平发育 那牵肠100个同意 没意见 那我能有什么意见 我不可能直接转你吧 但发育到末世 我就有意见了 对 我又有意见了 为什么你要跟我好好发育 让我到末世 那感觉上楼是着重点啊 冰城的走一直在往上靠 但九月看到了呀 但是没人去吗 这一波 四个人啊 不去管的话 塔可能要掉啊 但是防御塔保护机制还在 推得有点慢 还是推掉了 对 看顿山过不来 这个修不了卡四 四个人过来 很尊重 他还端卡你线 这还让防御塔去打这个线 这就是比较杀人猪心的一种 卡线方式了 一星也给大了 留重的是顿山 那顿山原地架了一个大 架了一个大之后 那一星其实就没输出了 因为他的棋子 就是飞冲的棋子会被吃掉 对 这波主要是窄口的 不能追 如果在佐草这个地方 其实就能打了 是 地形相对来说宽阔一点 是的 但是TDG这几波 他的意图全部都达到了 对 目的 就是前期要压制你马槽 不能让你输出 马可下路抗压 就是轻格兵线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XYG反而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他们有顿山有角落筋 他有控制有爆发 但这两个人目前都是被牵着走 就TDG去哪儿进攻了 我过去协防下 没协防到 那这个塔就掉了 其实我个人觉得是九尾那几波 他站在右上草的一个战视野 是打了两波吸盒的状态 其实挺关键的 站住了一点小优势 对 就把你游走位的状态打残了 因为你看其实这几波先动的都是冰城 就是这边的苏联先动的 因为苏联没被打状态 并且他很安心的走 是的 照这么打下去的话 TDG就会进入到一个 属于自己阵容比较好的发育阶段了 看马可的位置 他这个时候拿红要漠视了 因为他在上路 只要对面不抱团来推他的塔 他会非常舒服的发育 而下落放了一个吕布 或者说纳克路去单代 包括吕布现在可以解放出来 打一套 修都不交闪 这也知道你没技能了 你如果交二追我的话 那我一个闪拉开 你可能就死了 因为有盾山嘛 这波继续追的话 盾山就给他背进塔里了 就是得不偿失了 很虔诚啊 这波 自由人的感觉 拿完红追着你打 对 就感觉自己进入了状态 这就是说的 发育到莫是 你们要发育 我不让你们发育了 马可发育到莫是这样子 前面是 我是弟弟 我是弟弟 后面就是 谁是弟弟 彭幕挺会接的 后继有人啊 可以 但是我还是不希望 在几桌台上看到他 对 你为什么要提啊 小萨好不容易 我们欢托起来 把彭幕从那个 忧伤里面 不怪彭幕的那个忧伤里面 带出来了 这还不是因为你一个后继 有人了 这吧 不会出现我熟悉的 场景了吧 应该不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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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 纳克鲁跟菊又欣 你说这 斩杀线都这么高 都很高 都很高 这波红区只能做骚扰 因为他们是四个人 主要是这是成吉斯坦的红区 这不是马可波罗的红区 但是九月这里也不能留情啊 直接先把红拿下来 容易被抢 对 不能让 肥水不留外人钱吧 但是 TDG呢 看完红又看蓝 总想着现在优势 得赚点什么东西 就看XY怎么防了 真的要赚点什么东西吗 那还行 被逼了个大 看银正这个大招劝退 那这波 蓝就得控不了了 给谁 应该是给大哥了吧 给成吉斯坦 成吉斯坦 对 因为成吉斯坦 他其实对于蓝棒的需求 他会比银正高 他不管是 一技能探视野 二技能丢陷阱探视野 还是大招 对 亲线打人 他都要了 有CD的话 就是探视野能够更频繁 其实银正只是为了 帮成吉斯坦压血 对 对 清兵线 手臂上塔掉了 那现在这个TTG的节奏 比较顺畅了 就这一局 其实广告TG 他在中期并没有跟 前几局一样 跟XYG的抱团 就是少摩擦 而是单纯的走一个 推进的节奏 其实这把节奏 我感觉还拉快了很多 对 我的感觉是 XYG这里被 带入到了 TTG的进攻节奏 有点跟节奏了 对 基本中可以上路了 等二塔都推掉了 就 XYG并没有任何的 换节奏的举动 是的 这把TTG节奏 找得非常好 但是小妖怪的话 其实就是有点跟节奏 没有找到自己的节奏 你想去哪儿推 我后面轻一波线 但是如果一旦被卡位置 你看到这两个塔 都是这么掉的 对 就会比较难受 比较被动吧 为什么说他没有换节奏呢 因为现在看到 果然TTG 其实防一塔一座都没掉 而且下路的一塔 血量也比较健康 上路一塔 基本是个满血 这个是跟什么有关系的 其实XYG在前几局 换节奏 到表现挺好的 对 就可能是 上一把 就可能这把是 他们没有想好换节奏 就是有点慢了吧 就是换节奏 如果想 一开始你没想好 这个准备的话 那就是他们快了 你就只能回来协防了 先看这波一箱 说都是闪现 拉开位置 但吕布跳大招 或许没有人跟 我回拉的 顿先加里一个大招 看苏烈 大闪拍起来三个 这波正面的顿先扛不住 先倒了 兵齿被打住 立刻复活 但队友能救 救不了 被秀斗的成绩思汗给杀掉 一换一 是还有没有一种想法 就是因为马超他需要一定的装备 然后还有这个成绩思汗 就 XYG想的就是 都没经济啊 经济只要不拉开特别多 塔给你就给你了 我慢慢发育 等到中期强 成绩杉装备起来 我再给你打 是的 红被偷了 那有点难受 马可最强势的时候 没有拿到红 看下这波团了 其实这位置 第一时间九尾框的非常不错 就导致 XYG差几人里退出来 但是今天这一跳 他是把地形卡住了 但这个口子太窄了 他进不去 就输出位置也不敢往里进 对 两边的技能就疯狂的往里砸 谁在前面谁遭罪 就在中间的位置是最尴尬的 对 只能是前排互相挨打 对对对 看到两个有所位 都很难受 我再挨打 都很难受 然后C位都进不去吗 对 就只能在那个口子 一边是有盾山的墙 一边是有苏裂的墙 苏裂他只是 就变成了个灯嘛 肉体 对 不知不觉 这个鸟人的经济 就已经很高了 7200 没人管啊 然后绝又精的经济 遗落千丈 因为他这把 不敢吃马超的线 吃太多 我吃了你就崩了呀 对 这把鸟人可能在十分钟 能够能够达到 十分钟八千经济 就是有破军 有暗影战 他就是很肥的一个经济了 但刚才看到 不然已经做出了自己的破军 来铺一套 你没闪现 我先拍你一下 对 铺三分之一血 这个红buff想进 那马超提前带好了 线是可以让后的 看这一波 西河要不要开团 再扑一下 他就扑了 西河走进去了 这位置 有点拖极 马可就大 触发真实伤害 直接杀掉了 顿山 他刚才 走得有点深了 对 队友没在旁边 那这波龙 肯定其实是可以拿到手了 我感觉到了 西河的纠结 他这个团其实想开了 往前站了 他等着 纳克罗扑 他想开 他有闪 挡在他前面的友人 苏联一直卡他 对 这个时候其实是C位不好跟 因为C位那个时候没闪现 所以他才不 他是被别的人盯着的 就是你敢跟的话 其实他就难受了 不敢抱嘛 然后吕布又跳了一个大招 逼出了成绩斯坦的闪现 这把秀斗可太难受了 主要刚才是在红旭打了第二波团 我们在第一波团上看到了 就是轻轻跳下去 跳到成绩斯坦 而且轻轻其实后面 也没有人跟的情况下 他没倒 对 这种情况下 你说秀斗跟 那他会被开 一旦被开了 可能走不掉 他要耽误自己的发育 所以我觉得那种选择情况 就只能是把前排卖掉了 但是刚刚看到了 九月在守蓝的过程当中 守住蓝还打了对面的状态 他伤害还挺高的 哎呀 常行反对面的蓝buff 扑了一下 但是有一个一技能加普攻 不然还是把这个蓝buff拿到了 9月直接放大 逼退你 保蓝 强行保一个蓝buff 10分钟 不然这里 该有的装备差不多都有了 缺个碎星锤 这个时候他带线 其实就已经很无解了 只要不被那个盾山加速 加速冲他 他就能够 一直能够带线 对的 那现在就是外边的龙 他们想控 基本上都能拿 因为他们有线权 线权就能够先占师爷了 但不然刚才禁忌给L草 是被发现的 XYG现在只能靠成型三 提供师爷盾山这一杯 没杯到啊 里不跳大了 那盾山这里被隔断了 那没人先 没人打他 纳克鲁选择破码刀 苏联大进去 自己瞬间被打出了一个被动 但一心的大高 留住两个马克 打进去 杀掉了两个纳克鲁再扑 苦鞋这里一丝血没死 前章进兵是 这一波转的非常果断 但是只杀掉了一个人 高地能退一步 但是高地能退啊 一换二嘛 下落的话 高地没了 退完高地再回去 开个龙 这把TTG把状态调回来 打得很主动了 这把 对对对 就是他在逼着XYG做选择 对 你不选择的话 你要么掉资源 要么掉塔 对XYG不得不选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 跟我接团 那你就要亏人 其实这部XYG 他是有准备的 他的橘子跟盾山 两个人卡在那个草里面 他绝对是准备好 你要来放我 但是他第一杯没背到 导致了自己只能往后撤 然后被打出了一个大招 对那个口子大家也看到 这就是其实 TTG那个团战更好打 那个就是大招嘛 一波流 对 是吧 他们那个是有先后顺序的 就是吕布那些先去卖了 是技能了 然后你看异星最后还是 流进的把你框住了 那你就跑不掉了 是的 然后槟城的那个苏裂大招 其实他是后手 就等吕布跳完之后他拆火 是的 谁来跟叔叔打吕布 我大谁 然后槟城自己卖进去卖个复活 每波都就大招 大完就复活 让队友踩点 这波又开一个龙 看一下XYG这里 秀斗的组合的经济 9100 他其实输出装差不多够了 够了 打前排缺把模式 他看到上一件装备 做什么了 感觉做大气血 好像想出气血 有把铁剑吧 那可能打前排速度 没有那么快 但是就是能够一直打 就是续航能力是真的强 现在经济差的话 XYG也只落后2000左右 并不是很多 没有那么大 因为他的 其实每个位置上都在 赚钱吗 打钱 是 这几波团看下来 为什么说XYG感觉是 一边打一边往后退 就是大个位的经济没有那么高 其次就是TDG他的阵容 是打一波团的 一波团打完他立马就撤了 你发现 对 现在就我觉得XYG这个外塔 这个二塔就是帮他们慢慢拖时间 就能拖一会儿 试一会儿 先把经济吃在嘴里 这会儿TDG其实知道他们野区的刷新时间吧 就能够一直控 红蓝全给你控了 经济差会越滚越大吧 对 就可能这几分钟会特别快 经济差拉开的会特别快 因为有两片野区 是广而TDG可以入侵的 他吃了野区 然后你没吃到野区 那相当于经济就是 一来一回就两倍了吗 差不多 对我们算过是三倍好像 对因为你还有自家的 对面的他还亏 是不是三倍 是是是 应该是 2加1嘛 2加1 理论上是 理论上是这样的 但那个算数题是我 是李久算的 不是我算的 所以说可能有这个偏差 可能还会牵扯到几个人一起去 对对对 是吧 但差不多 这一轮野区滚完之后 他经济 他又有开个主宰了 他又有开个主宰了 但是滚完你的野区 把你的塔推完 这龙有了 龙拿完之后 又是一个手臂强化的龙 跟着推进 怎么办 这个龙 看他们怎么处理吧 如果就正大招扫龙的话 那他团战就没用了 对的 他扫龙也不行 他必须扫龙啊 因为你龙进到塔里面了 龙上天心是这样一个吕布一个苏聂 你说他不强压高地我不信 还有一个异星 是不是会选择让青星迈进去 然后苏聂接他出来 然后苏聂最后进去了 然后他拆个高地 对有可能 有可能因为他卖进去 能把他接回来应该不会死 还有一种就是他直接就是推塔 你上来我就睁开了 你不上来我就不急着买 就是一星我们在一开始 他来就是重座回来赛场上 也聊过 他的大招 外面之局一个大一个塔 因为他可以控制自己的大小 就看你敢不敢进来守这个塔 现在就是控红控篮 控红控篮 已经滚了好几波了 哭鞋 赶紧出来抢点资源 这野区的经纪拿到手就是自己的 拿不到就是对面的 对 所以搭在逆风的时候 其实贵鞋这个做法是非常对的 就是有野区在逆风的时候 别管谁 但是也很危险呀 对 万一被对面被逮到了就少人了 对 先看正面苏聂 举了个大招 自己先来 盾山选择了钻塔 直接进塔 但是一星给了个大 框的非常大 后是银正啊 但银正这里吃不到伤害 盾山被打出来了 苏聂没点没点回来 三个大招推完就走 就是三个大嘛 一星 吕布 跟苏聂 但好像不管顺序对不对 这塔都弄掉 缓一波再来推 反正一星大招放在这儿 你肯定不敢主动进来 你进来就出不去 得等时间到了才行 4秒 看中路这波了 这波轻轻没大 苏聂 冰城这里也没大 这波其实不太好呀 他们又要等一个龙了 这30秒之后就是暗影暴君 可以再拿个龙 再收拨野区 再控拨兵线 补一下状态 这就是控到双野区的经济差 会越来越大 其实前面就是2000 人头 塔 这些经济 到了后面就是野区的经济 那我们来看一下 离到20分钟的时间 还差三分半 还早 其实还有两条龙可以拿 两波龙 就看他们会不会后面打得更凶了 打得更凶可能就是 结束的更快 但也可能会被反打吧 对 修斗的话 最后一件装备要做魔女 其实你看XYG这里 马超省装了 现在吕布挑达挑两个 一星闪现大招留人 留住了 但是这个有点远了 你靠冰城吗 冰城被打出了被动 马超戳上去 TDG都残了 不敢打了 这把裤鞋戳得非常漂亮 有急跑有大招 后面看加速要追 要追 TDG四个人往哪跑 闪现过墙 被龙击飞了 龙击飞了三个人 但还好没死 球尾是走不掉了 就因为他把闪现用在开团上了 其他的几个兄弟都有位移能下去 翻墙了 导致球尾下不去了 这波其实他们就是有点打得着急了吧 其实就是逼龙团让他们过来打 对 他们不能追的 广州地区的选择有很多 你可以在红构草这个位置开 你可以从暴军这个河道开 你也可以开暴军逼团 他选择了一种在对面高地下 他选择了一种最 这个鲁莽的方式 在那个位置 就是去追人了有点尴尬 队友不好跟 输出点都跟不上 再来 吕波 配上纳克隆进场 想杀成吉思汗 这里秀都没死 反而是不然被打出了一个复活 冰刀硬齐 还被风证了 打不到 这 中路一塔还掉了 又打了一波 还是觉得有机会 他想跟吕波打一个配合 击飞加上纳克隆的扑 但是 狼狗没闪现 对 但是这波机会如果没抓到的话 就真的后面就没有机会了 就真的又看5v5团战了 因为经济差 我们看 从刚才的5000 到那波断点 现在基本直评 总结一下 又回到20分钟 是往20分钟去打了 就还是冲暴龙嘛 他其实原本16分半 扣那个暗影暴君 再去扣这个暗影主宰 在推进 其实节奏非常好 就是完美的节奏 又滚两片野区 他的想法就是 起码稳定能拿三高 稳定能拿三高 并且经济差 他起码载个5000到7000 但是好消息是 他们现在拿两边高 对 但坏消息是 XYG的经济追平了 并且成绩刺涵有装备了 坏消息就是 他们的四合已经快成型了 成绩刺涵现在也有经济换复活价了 然后XYG最擅长的是什么呢 他团战给你拼手法 对 拼手法 跟大家团队的配合 对 这波龙已经被小怪先战事业了 就XYG打到这个阶段 他是有底气了 对 就我真的想不到 黄奇奇 为什么那波那么上头 可能想终结比赛吧 是的 可能就是 想拼一波 因为可能打得比较急嘛 因为知道他们是四合 想早点打出更大的优势吧 就怕拖20分钟嘛 又得看不然抢龙 但我觉得 刚那波看完 下面的专带席肯定坐不住了 但这个时候我觉得 还是 看当下 相信他们自己了 先不说过去 先看这条龙 TD想秒啊 有点来不及啊 又开团 闪见被奔巴克 被进化 苏联正两个C位 苏联配合吕布 留住了秀斗 秀斗是先上挂住那个复活 但是TD切不死 马超 闪现拉开 切到了 切成 打出了复活甲 再来击死了 换了个复活甲 顶住了纳克路德的输出 这一波 可以看到 TDG的切 C的能力不太够了 他们的后排 都是被对面互相限制了 是的 就两个前排去限制 对面的后排 但是一个马超 好像能把你这两个点 一个马超能限制你 你的异星跟马可波罗 对 但是你的吕布 跟苏联两个人进去 杀不死 除非说带着纳克路德一起 是的 三个兄弟一块往后图 这个时候 其实他们的输出 已经起来了 成绩三安还是出了个大气血 只要你爆发不够 我都能慢慢回来 只要你两个前排切我 那我肯定能吸回来 但是如果有一个鸟 或者马可去切了 那他肯定就活不下来了 对 主要是就是他们被限制住了 而且我觉得这一波 是XYG最强势的一波 因为千诚这里的复活甲 没了 这波风暴龙 他们没闪现了 其实没闪现的话 吕布是很有用的 吕布也没闪了 但是吕布没闪 你C位没闪 吕布没闪 那肯定是吕布更赚的 因为吕布可以往后跳 盖到你的C位脸 就是稳定控你 是 就看他们的这个控制 能不能跟伤害闲接上 但是XYG选择把下路片带过去 发现了纳克露露 那这个忠又是可以抢视野的 那马超又去带下线了 XYG站的视野也是下半区 那蓝色方视野并没有看到纳克露露 现在正面可能要小心一点 但成绩3可以给视野 随时监控这个血量 马超赶过来 暴露了个视野 抱的是槟城 反身架了个大 自保 对 赢政的大是选择 一行 大高 配合吕布留住了西河 西河这里要被秒了 但是轻轻也倒了 一换一 冰城这里状态太差了 马超打出了一个复活 没有人敢踩到马超 看千诚马超赶进去了 打出了秀东的一个复活 原地守时 秀东有名刀 但是还是顶不住纳克露 数字背还能给穿死了 千诚这里活了下来 打出了一波 二换四 三打一 要一波了 这一波 马超没急跑 鸟人绕了很久 终于绕到了 跟千诚同步进场 千诚一个马可塞 一波团队里面打了51%的输出 那这一波兵线 枯鞋很难清 开草球先手 这位是 打人 打不死 被布然的纳格鲁给拍死 那这样的话 可以直接拿下水晶 让我们恭喜 广州地理计 三比二 来到赛点局 率先来到自己的赛点局 但是 这一局打的是 一开始大决单 稳了 其实打得很好的前面 对 到后面 不对了 出现了一些波动 但结果是好的 有惊无险 还是率先来到了自己的赛点局 最后一波 就是狼狗没闪现 其实就真的很好气 是 主要怪觉得那个龙 你在打 那我要把视野抢回来 所以说马超第一时间 放弃了下路的兵线 所以来证明 这一把TTG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前面 我们不担心 对 但是我觉得XYG 它需要调整一下 因为它这一把 这一整把 一直在跟着TTG的节奏 就是在顺着广州TTG的节奏 去后倾兵 它的阵容也不弱有绝肉精 可以换节奏的 就是前期布局 做的没有TTG更好吧 不要受到那把被抢龙的影响 慢慢打还是有机会了 接下来我们来 评 交给评论席来分析一下 恭喜广州TTG率先到达自己的赛点局 就一个 现在回答你在第一局 还是第二局的时候 问的一个问题 谁的状态比较稳定 千诚 千诚 是的 这局怎么评价三个大控制 掩护着马可布洛 也就是千诚的 非常擅长的一个英雄 一个大赛这一场 其实我 我这一局是有一个疑问的 就是 反正不管是输赢 我都希望英凯老师 可以帮我问一下 对 因为 就是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局的阵容 广州TTG 它明显扎实特别多 然后 我们从他们的combo 可以看得出来 这肯定是他们 很熟悉的一套阵容 是的 所以那么在前面 就是拿了那么多局去铺点 真的是大心脏 还是说前面的计算上面 有一些失误 这个是我非常想知道的一个话题 因为 就我们刚才一直在铺点说 广州TTG 有很多英雄没有用 但他其实真的是 已经拖到第五局 是的 真的这么大心脏吗 那抢龙谁能算得到呢 对 其实他想的应该就是 拿那些阵容和那些英雄可以打 只是可能当中有些细节没处理好 然后没发挥好嘛 就没打赢 那这局确实屡试不爽 好几种就combo衔接 就轮番的来 就是不同的连招效果 先有 就第一次是在红区 是看到异星先手大 紧跟着苏烈第二波打 吕布第二个大 然后苏烈第三个大 他们这波是打了个一换一 然后后面就赶了 变成把异星的优先级 他的大招放到了后面去 然后吕布和苏烈 第一个第二个 对 然后异星第三个还可以留人 对的 对 效果就好很多了 是的 就是虽然说 他们都有AOE的群控 但是释放顺序 最终TTG摸到了一个 最好的一个combo 对 但他们也很聪明 就他们的范围 现在都是在野区打的团 对 狭小地形作战 本局的MVP给到的是千诚 确实到现在第五局了 每一小局他都在做一个 非常稳定的输出核心位 没有什么太多的个人失误 把该打的伤害 都很十足地打出来的 而且我发现 其实今天我们从经济占比 包括他们的资源分配上 是很能明显看出来 今天这一场比武器 广州TG给到千诚的 经济战比是很高的 对 就没有说我们赛前 有看到过两个 射手选手的一个 分军经济的对比吗 今天的这五小局 千诚的分军经济 应该有上700多 有上700多 双合 在常规赛的第三轮的时候 千诚的经济是不是也挺高的 就也慢慢高上来了 他们的队伍 真的有在做资源的一个转换 我觉得实际上 是不是跟其他几个选手的 一个状态是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 其实千诚是持续稳定的 而其他选手 因为我们知道 广州TG多合 那其他选手状态起来的时候 他自己抢钱的意识会变多 所以千诚能发育的空间 会被压缩 那如果其他选手的状态 相对低迷的话 千诚站出来的时候 他的经济相对会偏多 我觉得就可能 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 有两种解释的方式 有可能是给到射手核心 更多的一个经济的堆叠 也有可能是赛场上面 个人状态觉得说 把这个经济给到状态 更好这个让他去努力输出 对对对对 所以更可能我觉得 赤下比赛才是最关键的 是这样的 赢下来最重要 对 所以今天下一局 看不看得到九尾的火舞 有可能了 有可能了 九尾现在的中单英雄啊 火舞 江子牙 宁正 守约 王昭君 木子 嫦娥 庄州 金城 这是我是报了他这个赛季 所以实际上就是现在 如果说你要 他们要再打一个BO5 可能都够了 嗯 就你算嘛 他们还有个弹弓 是的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火舞 鲁班大师这个点 应该XYG 应该是不会再放了 对对对 应该是不会放了 然后包括像TDK这边 九尾的英雄石 不知火舞这个点 如果说要去针对的话 那就要上到半位 那如果说为了这一个英雄 就特地上到半位的话 可能其他英雄就要放出来了 是的 所以我感觉更多的 应该还是在打法上去针对他吧 嗯 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 呃 TDK这边也必搬呢 就是大乔 就是XYG的乔黎嘛 对 就公孙黎现在是一个人都没有拿到过 因为一直在半位上 蓝 主要是蓝 对 然后西河的话 其实除了大乔拿不到的情况 他基本上所剩下来 优先级比较高 就是鬼谷子了 对于是80% 但是也只用了五次四胜 然后再轮到张飞 再往后可能就是比较冷门的一些 像姚啊 蓝领王啊 刘邦 帮蔡文基这种 就变功能了 功能性的辅助了 但是现在凯凯更多的就是注重于 打一位九月的这个蓝 对 就一直暗死了不放 而且其实你可以看到 刚才他的班人里面就没有扳掉大乔 但是他选择扳掉的是公孙黎 所以他其实 因为我们知道像秀德的公孙黎 以及这个九月的蓝 都是他的招牌英雄 所以他选择的是在你两个点 在你两个强势点给你暗死的情况下 你再去组建整容 就是哪怕是说你 真的选大乔的话 我轻轻害死关羽没出呢 对 刚才就是三班射手吗 开开 对对对对 把秀德这边100%胜利的加罗也扳掉了 对 其实这个时候 打到这个情况下 就XYZ已经忘了 纳克鲁鲁的位置了 已经忘了 上头了 往前追得很深 因为他们觉得能打 正面是能打的 压过去了已经 对对对 所以追到后面就发现 呃 纳克鲁鲁的一个进场 虽然说他第一个大刀曝空了 但是 他后续的一二技能的伤害也很高 这马可波罗第一时间是直接赚满 赚了61%的伤害了 嗯 其实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这个阵容的一个关系 其实我们可以看他们阵容的组合 像顿山也好 马超 然后他们一系列的组合全都是往前冲的 所以其实他们后排确实没有什么很好的保护措施 对 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接下来在刚才他们的游走位置 英雄只比较吃紧的情况下 有可能真的要考虑把抗压位置的鱼姬 这么一个英雄提前到自己的前三个位置上去选择了 就是你不选的话很有可能就 你双人组可能会压力很大 对 下路压力会非常非常大 所以也要看凯凯在这很关键的一局了 现在是TTG的赛点局嘛 他选择针对哪一个点 应该还是针对球月 因为球月这边英雄池的话 虽然说有 但是他明显就是自己更熟悉 或者是更熟练的英雄不多了 就蓝给他办了之后 他可能优先级就蓝铃王和赵云 但是蓝铃王你出太早也会被康特 那还好啊 你现在出蓝铃王 你康特康特我打又走回去了 就你会转嘛 但是你就摇完了 摇到最后你的一个打野位的英雄 不会升太多了 就主要是这样的 如果你公顺利半的话 你拿一个蓝铃王做游走位的话 就很麻烦的是他只有待设 因为像那个马可和那个蓝铃方都用过了 对 所以你只有待设的情况下 可能只有一个鱼姬 如果鱼姬你现在都不拿 或者是你直接拿个鱼姬 加一个蓝铃王的话 有点弱 确实是的 然后打野位置上 九月的话 这里蓝不一定能够拿到的情况 优先级高一点 就赵云蓝铃王云英 可能是这三个英雄 是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其实打到现在 XYG他一整个赛季赛 KP要给我们带来的比赛 他的这么多的连跳 也就证明了 你不可能打到BO7 在第六局 你出现英雄时一定的缺陷 不管怎么样 一定可以搭配出一个 适合他们自己 展现自己的英雄和阵容吧 就要看 这真的是要看 普通他教练的发挥了 是的 今天的BO7 肯定是做满了 所有方案的准备来的 所以让我们一起 接下双方的 这接下来第六局比赛的发挥吧 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